大家好我是小影 今天我們用茄子來做好吃的 首先準備兩個茄子清洗乾淨 先去皮 茄子皮也不要扔掉 裝入盤中備用 再把茄子去頭去尾 然後墊上一雙筷子 切成薄片 不要切斷 像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準備一碗清水 加一滴白醋 再把茄子放入醋水裡泡著 這樣不會氧化變黑 再準備一塊雞胸肉 先切成薄片 再放入絞肉機裡備用 然後準備一個青椒 切成小段 放入絞肉機裡 再加點蔥片 把茄子皮也加進來 然後蓋上打成肉末 像這樣就可以了 再加適量的胡椒粉去腥 一勺鹽 一勺生抽 一個雞蛋清更加的滑嫩 一勺澱粉 然後攪拌均勻 攪拌成這種拉絲狀就可以了 放一旁備用 再把茄子取出來 兩片一組切開 然後把肉餡釀到茄夾裡 再把表面整理平整 像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準備一個盤子 鋪上洗乾淨的金針菇 再把茄夾轉圈鋪在金針菇上 然後提前把鍋中水燒開 開水上鍋 蓋上大火蒸10分鐘 我們再來調一個料汁 兩勺生抽 兩勺料酒 一勺蠔油 一勺鹽 一勺澱粉 再加適量的清水 攪拌均勻 先放一盤備用 再準備半個紅椒去籽 然後先切成紅椒絲 再切成小碎丁 切好之後裝入盤中備用 再準備幾瓣大蒜切成蒜末 準備兩片生薑切成薑末 切好之後裝入碗中備用 熱鍋放油 油熱之後放入薑蒜末 炒出香味 炒至蒜末微微花黃 再把調好的料汁也加進來 煮至湯汁變粘稠 像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關火備用 我們的茄茄也已經蒸熟了 再把料汁淋在茄子上 哇好香啊 最後再撒點香菜 美味雞餐 茄子這樣做鮮嫩多汁 不用油炸也不會油膩 金針菇還保留了原來的清甜 鮮香又美味 這幾樣食材搭配 營養也是非常的豐富 而且吃多了也不會發胖 如果你喜歡也試試吧 喜歡我的視頻就關注我吧 謝謝您的支持 吃 吃